大家好 關懷全球開拓視野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愛全球視野 讓大家帶您認識全世界 我是張富昌 阿富汗即將在4月初舉行總統大選 但是卻爆發了恐怖工具事件 塔利班是不是背後的主持者 阿富汗的內部安全再度受到高度關注 而埃及有一兩百萬個流浪街頭的小朋友 他們也組織了一支足球隊 準備要參加第二屆街頭世界杯足球賽 相當有意思 而美國的物理研究團隊 發現了重力波存在的證據 這是物理研究的一大進步 而參與這項計畫的成員當中 有一位台灣人令人感到驕傲 最後我們要帶您到印度 來看看熱鬧的撒紅節 首先我們來談談阿富汗的恐怖工具事件 一般人對阿富汗有兩個根深蒂固的印象 一 戰火連天 二 恐怖組織猖獗 而恐怖組織當中除了凱達組織之外 阿富汗土產的恐怖組織塔利班 對阿富汗政局的影響更是不容小覷 塔利班是一個極端的伊斯蘭團體 組裝建立純粹的伊斯蘭國 1990年代初起 塔利班成功奪取政權 幾乎統治整個阿富汗 進而支持凱達組織 在阿富汗境內設立訓練基地 逐漸輸出反美帝的恐怖主義思想 2001年911事件之後 美國發動了阿富汗戰爭 推翻了塔利班政權 並且摧毀凱達組織的訓練基地 不過塔利班和凱達的勢力 卻沒有因此消滅 相反的 塔利班的參與勢力 繼續和阿富汗政府對抗 甚至把勢力擴到到巴基斯坦 使得南亞的安全局勢越來越複雜 而凱達組織則變成一個開支善業的國際恐怖組織 在非洲和亞洲都有分支 阿富汗戰爭打了13年 今年年底美軍就要撤出阿富汗 阿富汗警方和軍方能不能獨挑大梁 維護內部安全是各界擔心的事情 美國因此提議要和阿富汗政府簽署 雙邊安全協定 繼續提供阿富汗政府安全資源 但是現任總統卡賽卻以禁止外國干涉 和內部安全自主為理由拒絕簽署這項協定 一般認為卡賽是為了塑造一個強人總統的形象 讓歷史為他留名 不過卡賽的做法似乎沒有獲得多數的支持 光是這次參選的九位總統候選人當中 就至少有四個人公開表示 當選之後一定要和美國簽署這項協定 以提升阿富汗和西方國家關係 並且防止塔利班再度趁續做大 4月5號阿富汗就要舉行總統大選 但是隨著時間的逼近 安全問題是越來越多 阿富汗北部傳出了一起自殺炸彈 恐怖攻擊事件 造成15人死亡46人受傷 阿富汗警方高度懷疑 就是塔利班為了杯葛總統大選 所發動的恐怖攻擊 阿富汗能不能和平舉行這場選舉 令人擔心 來不及等單價抬來 一部人員和另外兩名男子就抓著傷患的手和腳 把他緊急送上救護車 市場上的小攤子有的東倒西歪 有的檯面上的東西都被掃掉 可見爆炸威力 距離4月5號阿富汗總統大選 倒數不到三周 阿富汗街頭金船爆炸 地面都是一攤攤的血跡 很多民眾的衣服 上面也都沾滿了大片的血跡 騎著黃包車的炸彈客 3月18號在接近法雅部省首府 麥瑪納市場入口的檢查哨時 引爆炸彈 受到波及的大部分是沿街叫賣麵包的小販 和市場的人潮 事發至今沒有團體出面承認是自己所為 但是由於事發地點位於塔利班組織 以及與塔利班同盟的武裝分子活躍的地方 地點十分敏感 再加上塔利班早已威脅要讓4月5號的大選 無法如期舉行 政府雖然宣誓偉安到位 但是接二連三的爆炸案 早已讓人民失去了信心 我們不想讓自己的責任 對自己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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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在過去的問題 我們不想讓自己的責任 讓自己的責任 對自己的責任 我們不想讓自己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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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利班政權倒台13年 但是影響力沒有隨風而逝 阿富汗的安危 隨著美國和聯合國部隊 2014年年底 結束在阿富汗的作戰任務 準備撤軍之際 將面臨更嚴峻的威脅 以北約為首的西方國家 希望撤軍後能夠留下精簡的部隊 幫助阿富汗軍隊和塔利班暴動分子作戰 我們不想讓自己的責任 阿富汗總統卡賽 註定在第三屆總統大選後下台 因為根據阿富汗現行憲法規定 卡賽不得尋求三連任 阿富汗總統卡賽在3月15號 最後一次現身國會發表畢業演說 重申不同意與美國簽訂雙邊安全協定 不過阿富汗9名總統候選人中 至少有4人公開宣稱 當選後會與美國簽訂協議 全球趨勢觀察家認為 隨著大選底定 將持一年的美阿關係 有望得到緩解 阿富汗總統大選 各候選人無不磨刀禍禍 其中薩拉比以前女性省長之姿 加入選戰讓人耳目一心 阿富汗女性地位低落 在2012年聯合國發展計畫當中 是吊車尾倒數第二名的國家 其實從塔利班政權垮台之後 2001年開始阿富汗婦女就有投票權 但是女性的投票參與率 因為選舉維安的問題 以及男性親屬帶為投票的情形 過於普遍因而不見起色 阿富汗人民眾所期待的總統大選 是否能夠不受暴力威脅如其舉行 長出民主的幼苗 全球都在密切關注 卡塞執政十年讓阿富汗的經濟逐漸趨越穩定 內部安全也有明顯的改善 但是在塔利班的威脅仍然存在 以及國內軍警能力還沒有上軌道的情況之下 放棄美國的安全保護實在是一種冒險 卡塞應該要認清這個事實才好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街頭世界盃足球賽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 總是吸引全球足球民的注意 而今年六月份就要在巴西 舉行第二十屆世界盃足球賽 但是埃及足球民今年鐵定要 鐵定是看不到埃及國家代表隊的英姿了 因為在預賽中埃及輸給了加納 因此被淘汰出局 不過埃及的球迷也不用太傷心 他們還是可以把他們的熱情和支持 轉移到埃及街頭足球隊上 因為這支足球隊也準備要前往巴西 去參加街頭世界盃足球賽 而什麼叫做街頭世界盃足球賽呢 顧名示意 這是專門為街頭所舉辦的足球賽事 目的是希望這些流浪街頭的小朋友 能夠遠離危險貧窮以及街頭暴力 藉由足球運動 找回生活的新希望 這個活動是由英國非政府組織 團結街頭所主辦 四年前第一屆街頭世界盃足球賽 是在南非舉行 當時總共有八個國家參加 現在今年則有19個國家參加 所以參加的隊伍呈現了倍速成長 有此可見這個活動辦得相當不錯 跑步衝刺一頭把球頂過去 伸手腳踐架勢十足 這些年紀輕輕的運動好手 看起來跟專業球員沒有兩樣 不過這些踢球的小朋友比較特別 他們都曾經在街頭討生活 在埃及估計有大約一百萬到兩百萬的街頭 年紀大約在十二歲到十六歲之間 他們不僅沒有辦法去上課 還經常曝露在各種危險中 但是今年因為世界盃足球賽的舉行 給他們帶來一些希望 由英國非政府組織團結街頭主辦的 街頭世界盃足球賽 今年就要在巴西開打 主要目的是提供一個舞台 讓這些街頭能夠被看到 被聽到 希望藉此改變那些對他們的負面印象 從而改變對待他們的負面態度 我最重要的是 我們走到外面 進行經驗 回到外面 我們感覺到達成功 然後他們在工作 然後我們可以進行經驗 和經驗的經驗 其實這個街頭世界盃 並非今年才開始 第一次比賽是四年前在南非 世界各國都能組隊參賽 在埃及超過三十個街頭 被不同的非政府組織甄選出來 只有九位能去巴西參賽 雖然訓練的是街頭 但教練嚴格的標準並不會因此降低 訓練課程每星期兩次 在開羅郊區一所大學的球場進行 小朋友學習踢球技巧 團隊合作精神 每個小朋友都有自己的故事 十五歲的游西里是其中一位 我跟著很多人推動 因為我以前在那一陣子 我以前在工作 我也想在那個小朋友 我可想在那些小朋友 但是我會想在那邊 我會想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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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愉快的过去 似乎在踢球的瞬间 全都被抛在脑后 连教练都能感受到 自从开始训练后 这些孩子们更热衷于 留下来待在避难所里 而不是跑回到街上去 因为他们知道 这是接受训练的必要条件 在埃及 国家足球队因为踢输了加纳 无法到巴西参加世界杯 但是接同足球队 却渴望代表埃及参赛 虽然许多教练热情十足 自掏腰包 出钱出力 也获得了一些捐助 但经费仍然不足 接同世界杯足球赛 28号就会在里约热内卢开打 海底们信心十足 在运动场上踢出不一样的人生 埃及大约有一两百万街童 他们没有机会上学 天天在街头游荡 暴露在危险之中 街童世界杯足球赛 给了一个生活目标 希望他们能够找到新的人生 好 接着我们来谈谈宇宙大爆炸 以及产生的重力波 爱因斯坦曾经在1916年 所发表的相对论中 大胆假设宇宙大爆炸的瞬间 会产生原始的重力波 但是这项假设直到现在才被证实 美国科学家首次侦测到138亿年前 宇宙大爆炸所散发出来的重力波 证实的重力波存在的事实 一般认为这项发现足以问鼎诺贝尔奖 而这个研究团队的核心人物之一 就是台湾人郭兆林 我们为他感到骄傲 强劲的能量由内向外释放 瞬间膨胀开来 形成我们所知的宇宙 星系及星球 几个世纪以来 科学界奉行的宇宙大爆炸理论 现在总算能够证实 大爆炸与瞬间膨胀却有其事 为什么 所以我给你一个驾驶 哇 它是5级级 0.2 是宇宙大爆炸 是的 什么 只是一瞬 可以再重复 背着背包 兴奋宣传科学大发现 他是来自台湾的郭兆林 目前在美国史丹福大学教书 而且是宇宙起源研究团队的一员 郭兆林数度前往南极做研究 他使用科研基地的电波望远镜 观测到宇宙的微波背景辐射里 具有非常微小的重力波纹 这些重力波 就像爆炸膨胀后留下了激症 可以让科学家算出这一瞬间的温度与密度 重建宇宙大爆炸现场 自从发现宇宙空间不断扩张 就有一派科学家认为 在宇宙形成之初 必然发生过一场大爆炸 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916年发表广义相对论时 就曾大胆预测因为万有引力的关系 所以在太空行进的光线可以弯曲 另外宇宙大爆炸瞬间会生成原始重力波 后来天文专家发现 光线会受到黑洞吸引而折弯 不过重力波存在与否 受限于科技一直无法观测 直到现在发现重力波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才得到完全的证实 郭兆林与他的团队成员 选在干燥寒冷的南极观察 三年来有如大海捞针 因为重力波讯号非常微弱 如今总算捕捉到大爆炸的第一批震动 不仅是宇宙学界大发现 甚至有机会问鼎诺贝尔奖 不但物理界受到很大振奋 其实了解宇宙起源 也能为生命的生成与存在提供新的线索 科学界很乐观认为 我们甚至能够预测身处星系的未来 帮助全体人类趋吉避凶 最后我们来谈谈印度的撒红节 撒红节又叫做五彩节 在每年三月举行 是印度仅次于传统新年的重要节日 这个节庆特别鼓励 总性阶层较低的人 对总性阶层较高的人 抛撒颜料 让大家暂时忘记 接其差异 欢乐在一起 这是一个充满祝福的节庆 尽管印度正在准备4月份的国会大选 但是各党派的候选人也拿起了原料相互涂抹 相互祝福 在印度北部 今年也破例 让寡妇参加活动 使得过节气氛更加热闹 热情的民众将整条街挤得水泄不通 一阵阵彩色水柱从天而降 民众高举双手迎接洗礼 印度的撒红节又叫五彩节 这一天没有人会介意把衣服弄脏 而在中部的马德亚省 则是有上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信徒 涌进石婆神的神庙 祭司们一边送唱 一边献上祭品 信徒们也跟着祈祷 最后为神龛撒上彩色粉末 仪式才算是大功告成 紧接着重头戏登场了 阵阵粉雾撒下 仿佛将所有人都笼罩在神明的恩典之中 洒红节是印度教的重要节日 庆祝仪式的一部分 就是在前一天晚上堆起木柴 焚烧女巫侯利卡的画像 传说从前有一个国王 在苦修后得到金刚捕坏之身 却因此心生骄傲 不但要求人民膜拜他 还禁止民众信奉匹斯奴 不过他自己的儿子却不愿听命 于是国王就指使妹妹侯利卡 想要烧死王子 幸好匹斯奴显灵 把侯利卡的壁火斗篷 罩在王子身上 侯利卡反而葬身火海 化成了灰烬 为了庆祝王子大难不死 民众就用七种颜色的水 帮他洗去厄运 演变至今 洒红节除了有邪不胜正的意味 也特别鼓励在种姓制度 属于地下阶层的人 丢颜料来捉弄社会上层的人 让大家暂时忘记阶级差异 再过两个多星期 印度就要举行国会大选 但街上的民众不分党派色彩 全都是一身缤纷 政治人物也暂时放下旗舰 包括执政的国大党党主席桑尼亚甘地 最大反对党人民党 还有快速崛起的小老百姓党 都不能免俗地染上了五颜六色 我们我们没有仇人 我们没有仇人 我们没有仇人 而在印度北部的维伦达文地区 今年也首开先例 允许寡妇参加庆祝活动 这个地区聚集了九千多名寡妇 因此被称为印度的寡妇之家 老婆婆十分兴奋 因为这个机会确实的来不易 在印度传统中 失去丈夫的女人不但不能再婚 还会被逐出社会 就连家人也避之唯恐不及 许多寡妇只能发愿终身侍奉神明 来换取慈善团体和朝圣者的施舍 这次破例让寡妇参加洒红节 就是希望逃转隐喻 改变大众的观念 每年三月寒冬远离春暖花开之际 洒红节的到来 象征着正义战胜邪恶 也许有一天人们也能去除心中挚爱 学会宽容 冰冻的关系修复了 洒红节的精神才能真正体现 这个节日真是相当热闹 全球视野每天给你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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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